嗨,洪瑞姐,好久不见,最近皮肤状态特别好,用了什么新产品呀? 哇,你也看出来了呀,我现在一直每天晚上都在用我们爱多美新上市的美容仪 你看,不知不觉中,脸好像小了一圈,连眼角的皱纹和脖子上的颈纹都变淡了许多呢 哇,太棒了,当初这款美容仪上市的时候很快就受气了,好难抢呀 我也是好不容易惨买到,看样子我也要回去以后每天坚持的使用 是 洪瑞姐,最近事业经营的怎么样啊? 嗯,还算挺不错的,许多朋友都开始使用我们的爱多美产品 并且自发的把爱多美的产品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了 嗯,爱多美来到中国刚好一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了解并且接受它了 那,我很好奇,洪瑞姐,你是怎么样想到去经营爱多美事业的呢? 嗯,我呢,你看退休前是在政府机关工作 家人呢,也都是公职人员 说实话,我从未想过要自己创业 嗯,我与爱多美的结缘呢,是在19年底 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给我分享爱多美 说实话,当时我是不屑一顾的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一直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好东西一定贵 但是爱于面子,我就体验了爱多美的玫瑰喷雾 还有洁面护肤四肩套 谁知体验的感觉远远的超出我的预想 不厌于那些大牌的品质 我呢,就对爱多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像朋友所说的那样,由浅尝变为了深爱 但是当时,我没有经营这份事业的想法 我的很多小伙伴,刚开始也就是一名消费者 因为使用产品体验的好,才想到去经营这份事业的 其实,即使是不经营,作为爱多美的消费者 也是非常的幸福 那你后来又是怎么样去经营的呢? 嗯,提起这个,不得不说的就是2020年的那场疫情 当时新冠疫情爆发 各行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我有几个做传统生意的朋友 因为前期投资大,资金回笼慢 员工成本又高 面对疫情这种突发的情况 突然就陷入了困境之中 有的呢,甚至濒临倒闭 我呢,也就觉得自己原本安逸的退休生活 突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就在思考,怎样才能给自己的晚年增加一些保障 出于对爱多美产品的认可 我就蒙发了经营的想法 嗯,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详细考察 我被爱多美公司的企业文化 还有经营理念折服了 由衷的敬佩 爱多美的董事长朴涵吉先生 你看,爱多美从2009年创立时的一无所有 到今天的耀眼成就 太让人佩服了 嗯,特别是董事长提出的创业理念 生存、速度、均衡 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我 你想,一家把生存放在首位的企业 是不是很值得我们信赖呢? 是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生存下来是首要的目标 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如果一家企业不能够生存下来 再伟大的目标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公司创立之初 董事长就说 要创立一个以人为本 人人都能消费起的优品良家的大众精品公司 你看,不管社会如何发展 经济是否景气 每个人每天都要刷牙 都要洗脸 都要洗澡 爱美的妹妹们呢 每天都要化妆 都要用护护品 所以生活日用品 永远有稳定的市场 嗯,所以呢 爱多美从成立一开始 就把目标设定为 我们要销售 人人都能用到到的产品 要销售真正能够深入到 平民百姓之中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产品 嗯,我从1999年呢 就记录了美容养生这个行业 在这个行业22年的时间 一直就是为我的顾客 做化妆品的销售 以及服务的工作 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也算是半个专家了 哇,那你在这个护肤品方面 决定是有发言权了 嗯,因为 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也会和各大品牌打交道 嗯,当然 我也有我自己的工作标准 我会跟顾客去分享 高品质又安全的产品 太棒了 可是啊,好的东西都很贵 大部分顾客都不能够 持续的消费 所以经营也变得非常的困难 嗯,你看 产品的品质 是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消费者又不傻 什么样的产品好用 消费者一用就知道 所以呢,爱多美就把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 作为经营战略 好产品,甜一卖 更是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嗯,我当时呢 也就是被爱多美 爱斯洛特真言系列的产品所征服的 一个月使用下来 我的皮肤变得细腻 有光泽 我的顾客朋友都问我最近使用了什么产品呢 啊,我也是很喜欢爱斯洛特真言系列的产品 啊,我的许多朋友呢 也是因为制套产品而成为了爱粉 嗯,我也是通过分享以后 顾客朋友特别的欣喜 特别的喜欢 那么高品质的产品 价格却只是他平时一套产品的十分之一 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高端顾客喜欢的高品质 一般消费者喜欢的低价格 在爱多美这里全部都得到了满足 是的,你看 爱多美就是这样一家超越顾客的感动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 但是我认为呢 一家企业只有好的产品还是不够的 必须要规范经营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不能走歪门邪道 这样公司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 嗯,董事长在创立之初 就立志要创办一家 最遵守原则最合法的企业 并且成立了智力委员会 一直在为原则中心做宣传 做教育的活动 嗯,这就是爱多美所提倡的政事案商略 你看,我们每次参加分公司的一日研讨会 每次开会之前 我们都要反复的强调 要规范经营 要遵守法律法规 这也是我当初选择经营爱多美的 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我认为只有合法经营平台才能稳定 我们作为经营者呢 才能够有长期稳定的收益 嗯,你说的太好了 一家公司不仅要生存 更是要发展 你看,爱多美成立以来 它的发展速度也是有目共睹的 短短的12年时间 爱多美已经成为了韩国行业内的第一名 业务呢 也遍及了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 而且呢 它的业绩每年都是持续稳定的保持着一个增长 特别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 全球经济都不景气 许多公司的业绩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情况 但是爱多美呢 依然保持稳定的发展 更是创造了一兆九千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110亿的缴人业绩 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嗯,那清静 提起速度 你想到什么呢 速度不就是快慢吗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越快越好吗 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但是在爱多美呢 速度不仅仅是快慢 它是由快慢和方向一起组成的 因为爱多美认为啊 只有方向正确的时候 速度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企业呢 也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嗯,公司呢 也是快速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在疫情期间将各大研讨会以及成功学院 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我们不用出门 就可以得到公司最新的资讯 这就是后疫情时代的无接触办公吧 嗯,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呢 就是上午到服务中心和伙伴们一起学习 下午约到几个顾客 一起做产品的沙龙和事业的说明 爱多美事业不仅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反而会发展得非常快呢 嗯,我的许多伙伴呢 也是很快的就适应了这种变化 开始采用线上的方式来开展爱事业 也正因为如此呢 我才开始了解学习 什么腾讯会议呀 直播呀 Zoom等等 一不小心就跟了一把潮流 事实证明啊 谁能够快速的适应时代 谁就能快人一步的抓住财富 清静,那聊完了生存和速度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均衡吧 清静,你听说过木桶效应吗 木桶效应 嗯,在上学时有听老师说过 就是让我们不要偏刻 要补全自己的短板 嗯,假如 一个木桶是由高低不同的木板拼接而成 那这个木桶装水的多少 是取决于最低的那一块木板 其他部位的木板再高 它的装水量也不可能超过最低的那块木板 所以呢 爱多美一直提倡均衡的分配 共同的成长 因为利他就是利己 爱多美也是由此来保证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 嗯,你说的这一些 我知道 企业要想持续稳定的发展 就要将所创造的利润均衡的进行分配 爱多美公司在做产品开发过程中 竭尽全力的 让消费者能够以最低的价格 买到最好的产品 将大部分的利润 返还给了消费者 同时给经营者提供了成就事业的平台 将所得的利润均衡的分配给了经营者 嗯,不仅如此呢 合作厂商也因为和爱多美公司的合作 随着爱多美公司的业绩增长 自身的业绩也迎来了一个增长 比如说卡马斌H公司 红生丹企业 因为与爱多美公司合作 9年时间自身的业绩增长了10倍之多 爱多美呢 希望所有与爱多美结缘的企业或者个人 都能与爱多美一起共同成长 同时为了社会更好的健康的发展 爱多美公司一直将企业的女人 用来回馈社会 10多年自来的公益之路从未止步 嗯,那这就是爱多美分享的文化 那亲近,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 你在爱多美有什么要实现的梦想吗 在不同的阶段,我有不同的梦想 起初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讲师 想为大家正确地传达爱多美的经营理念 以及企业文化 能够成为孩子的榜样 成为团队伙伴的骄傲 嗯,那恭喜你亲近,你的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梦想真的好神奇 这一切公司都帮我实现了 在接下来,我的梦想就是和我一群自同道合的伙伴 跟随公司的发展 在未来的三年,五年,十年 一起实现董事长所说的均衡的人生 那亲近,预祝你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红瑞姐,我想问一下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嗯,我的梦想吧 你看,我的爷爷解放前就给家乡捐资助学 然后还资助贫困的学生出洋留学 所以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 那就是做公益 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 我能把公益当成日常的工作 而不是一件事情来做 红瑞姐,跟随这样一家有大爱的公司 你的梦想一定可以实现的 嗯,我相信我一定能在爱多美实现我的梦想 你看,爱多美可以在不同的阶段 给到我们不同的助力 爱多美也是所有平凡人 可以成就梦想的舞台 让我们一起为了梦想 加油